他一切开木瓜就看到上千只区区,下得赶快要丢掉,老婆却惊喜尖叫,快吃掉,超难得,观看数,1449人他一切开木瓜就看到上千只区区,下得赶快要丢掉,老婆却惊喜尖叫,快吃掉,超难得,世界之大,无奇不有 相信大部分的人对于水果都是非常喜欢的,毕竟那酸酸甜甜的滋味,以及对身体良好的各种养分,很容易让人欲罢不能啊 但是如果有天,你的水果看起来是放到坏了,那么你会马上丢掉吗? 劝你不要啊!有一名男网友刚切开木瓜,就以为上年爬满了区区,吓得想丢掉 结果姨母刚好看到却阻止了她,原来这不是长区区,只是木瓜的种子发芽了而已 姨母和她说,快把果肉吃掉,然后把种子拿去种,一定会成功尝出木瓜树,这真的很难得啊 有的虽然表面看上去完好,但里面却变了这结果,看起来好可怕 把阳剂从冰箱中拿出来一段时间后,感觉它变成了一朵花 少年科学画报消息,你觉得水果和蔬菜放的时间长了会怎样? 当然是烂掉啦! 但是很神奇的是,有的水果和蔬菜不但不会烂掉,而且还会生根发芽,变成另一幅模样 许久没管冰箱中的甘蓝,它竟然长这么高了 你觉得水果和蔬菜放的时间长了会怎样? 当然是烂掉啦! 但是很神奇的是,有的水果和蔬菜不但不会烂掉,而且还会生根发芽,变成另一幅模样 苹果是水果的一种,是蔷薇科苹果亚科苹果树植物,其数为落叶桥木 苹果的果实富含矿物质和维生素,是人们经常食用的水果之一 我想我把这些马铃薯遗忘了太久 马铃薯,属茄科多年生草本植物,快筋可供食用,营养均衡,是理想的人类食物之一,全球第三大重要的粮食作物,仅次于小麦和玉米,与稻米接近 蕃茄,在中国大陆也可称为西红柿、杨柿子,是茄科蕃茄属的一种植物 蕃茄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,现作为食用蔬菜已被全球性广泛种植,同时具医疗效用 在海边发现了一棵植子上尝出了一棵棕榈树 它原产中国,除西藏外中国秦岭以南地区均有分布,常用于庭院,路边及花坛之中,适于四季观赏 真的吓到我了 此时建议小伙伴们就不要食用了,拍拍照景工娱乐吧 请订阅小伙伴们就不要食用了,拍照景工娱乐